作詞 作曲 初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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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通行證毛昌記的簡評》 這次的情況有點特別 因為我當初沒做預告 這是因為我當初在猶豫 要先做陣營戰解說還是通行證簡評 但我前幾天打完花育活動觀看後 突然覺得我要先出通行證簡評 毛昌技本來的主動技是蓄能轉珠 每回合累積1顆 最多可以轉8顆 這次通行證毛昌技的主動技也是蓄能轉珠 每回合累積6顆 最多可以轉30顆 以轉珠效率來說提升超級多 很有趣的設計 這次不管是通行證主卡還是通行證武裝 我覺得都有點可惜 設計方向還算正確 但規格給的不夠大方 先看到這次的通行證主卡 也就是通行證毛昌技 這招CDE 蓄能類技能 以累積回合數乘以6的數量 轉化為水魔族珠 隊伍成員屬性以外的珠子會優先轉 最多可轉化30粒 累積到30粒時 開技時轉化的珠子則升級為水魔族強化珠 這招一開始有一個非常好笑的BUG 開技後毛昌技會進入一回合的疲憊狀態 這 主卡是非常漂亮的妹子 開技後盤面會變為圈斑水珠 然後開技後還會疲憊 這畫面真的太美了 那個意境鮮明無比 可惜這點被修掉了 否則以後我每次用這張卡都會很興奮 坦白說這技能組給我的第一印象不算好 因為我當時沒有想到微塵技能的用法 我覺得微塵技能算是環境贏家 雖然說不是每個隊長都適合用這個爆發手段 但現代環境其實有不少隊長適合這樣玩 最常見的應該是靈祕榜 愛德拉主動技如果選木的話 就會是連續兩回合的木圍城 在關卡允許的情況下解鈍效率非常高 還有一個隊長或是說一種隊長 也很適合讓微塵技能發揮 那就是埃及城 這個用法我是最近才想到的 上禮拜真人地獄的全光成就 我就是靠日本城技衣作為爆發的手段 日本城的技能組我覺得很適合機械隊 先不說G2是機械組唯一的靈回技能 他的技衣可以直接讓全隊滿行動 而且雙技都是CC6 配合武裝的話最短的進場CC會是4 因此就算出了其他的機械靈回 他也不至於失業 畢竟他的附加價值算高 再仔細看一下他的技衣 能力4有寫到 他會引爆全版的珠子 並掉落機械組成員的屬性強化珠 因此如果放在全光隊的話 技衣就會給我們全版光強化珠 微城技能讓人詬病的點在於 C數太低因此輸出不會太高 然而救急埃及神的龍克能力 恰好能克服這個問題 這也是我為什麼點名埃及隊的原因 救急埃及神的龍克能力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消耗100%龍克能量 但不消耗龍克次數 能還原全版 並在一回合內 讓自身屬性成員無視兵圖盾 再根據盤面上的自身屬性租數量 增加對應的C數 以光埃來說 日本城技衣會讓全版都變成光強化珠 因此盤面上會有30顆光珠 龍克能力會讓C數多30 1C變31C COMBO數提供的效益高達8.5倍 這樣1C能打500億以上 而且仔細看會發現 龍克能力會消耗100%龍克能量 但全版光1C轉完後龍克又滿了 在雙隊長龍克的充能條件 都是消除光浮石的前提下 隊員武裝只要不要亂裝 就能直接買龍克 光埃有兩個很常見的武裝 充能條件都是消除光浮石 就是自己的專屬武裝 以及龍金屬封印給的光屬性通用武裝 也就是異光盾 異光盾給的15%增傷效果 有時候會發揮關鍵性的影響 因此這算是個很理想的選項 配合日本城技衣 可以白條一次龍克能力 500億這個輸出我覺得很夠 配合埃及技衣就能直接打破千億 畢竟埃及技衣在埃及隊幾乎常駐 不需要依賴其他隊員增傷 通行陣矛藏技對於水艾來說 用法是一樣的 更別說通行陣矛藏技準是水魔足足 因此輸出會再高一些 這種圍城技能配合救急埃及成的龍克能力 會是埃及隊很有用的爆發手段 圍城技能讓人詬病的點還有一個 就是像手消全目這種基本的敵技會無法處理 剛好這對於埃及隊來說完全不成問題 畢竟炮擊傷害本來就能無視這種盾 除非敵技複合了其他會讓我們無法炸掉的盾 救急埃及成的設計 克服了圍城技能大多數的缺陷 因此我覺得之後可能會常常看到這種用法 我當初會挑到日本城 是因為真人地獄王關的場景技能很吃運氣 靠日本城技術等靈魁剛好能處理這個問題 而且王儀還剛好是手消動用減傷 我直接全版光一隻一送他下去 更別說日本城技術還能讓機械組成員 無視連擊加人盾 他給的圍城只是其中一個附加價值而已 問題來了 那通行證茅藏技呢? 通行譅茅藏技的附加價值還有什麼? 嗯,旁邊很香 真要說的話就是武裝龍客吧 通行譅茅藏技是模組 所以可以裝備渡身盒 去彌補埃及神的描述問題 這也是我為什麼一開始會說這一期很可學的原因 圍城技能在現在環境我覺得算有料 但我希望他能給更多的附加價值 這次花育副本的第一部分我就是用水在刷的 當初攻略影片我是用陶武 但其實我私下在刷的時候都是用通行證茅藏技 全班水很適合這關 但我每次在用的時候都覺得 如果能給其他能力就好了 我是覺得可以改成跟會會類似的設計啦 追加幾個效果就是了 存滿30歷史開技能能讓自身亢奮一回合 再對敵人造成水屬性傷害 但回合末時自身會進入一回合的疲憊狀態 這樣不僅能讓這張卡的附加價值更高 在開技時還非常有意境 再來看到這次的通行證武裝 裝備條件限定水屬性模組 龍客充能條件則是任銷 三個被動能力分別是 炎一秒開技時自身1.6倍功 消除魔族珠時自身1.3倍功 三個隊長龍客技能分別是 魔族攻擊力提升25% 更性3魔-2 隊長龍客能力的更性效果還算不錯 另外兩個能力很常見沒特別亮眼 被動能力就真的很可惜 兩個輸出型被動我沒意見 但這倍率是怎樣 首先 消魔族珠這條件沒那麼理所當然 常駐倍率才1.3倍 極限倍率2.08倍 兩種倍率都出邀請函 在邀請函出來之後 有不少通行證武裝都會得到一樣的結論 我是覺得如果你要點兩個輸出型被動的話 乾脆直接暴力平衡 把極限倍率拉超過2.25倍就好 否則現在這種情況 不管怎麼出 都會被拿來跟邀請函比較 更別說魔族真的要炎秒的話還能用杜生盒 全隊只要有一顆杜生盒 就能讓機組轉出時間衝到13秒以上 換句話說 這個水魔通用武裝的炎秒價值相對更低 這期通行證 不管是主卡還是武裝 設計的方向都是對的 但規格都給的不夠高 因此整體來說我覺得很可惜 這期的通行證武裝我覺得沒什麼亮點 考慮到成本的話 自然就會得到不值得買這個結論 不過這次通行證主卡的技能剛好跟微塵有關 不管是當初的光哀還是這次的水哀 攻略的好評率都蠻高的 我想說順便借這個機會 解釋一下微塵技能的用法以及優勢 以上就是我對這期通行證的想法 下部影片的主題會是 陣營戰策略分析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